第一次就是說 他覺得說我們台灣的 醫療方便來講的話 是非常誇張的 他說他在德國的時候 包括說他們去看診 預約一個禮拜一定算很幸運 通常是一個月才看得到診 對 再來的話 他們還有講到說 比如說便利的部分 他說像他當時從 從英國那邊回來的時候 他滿緊張 有一次他帶他小孩子去急診室 他說他其實覺得很抱歉 因為如果以英國人來講的話 你帶小朋友 因為腸胃炎去急診 一定會被醫生罵 而且你可能等兩天 你也不一定看得到 因為他會覺得 你可以再拉一個禮拜 再拉一個禮拜 美好你再回來 結果想不到我們醫生進來 一個小時內就幫他解決了 可是其實我們在急診 真的會聽到有些病人 如果是腸胃炎 會在外面咆哮說 為什麼要讓我等15分鐘 所以我們有時候 那時候就聽到很多反差 他甚至說 因為他是外國人 他其實他就這樣跟我講 他就跟我說 其實他自己真的覺得 外國人應該要繳高一點的 健保費 他這樣跟我說 他說因為其實 他覺得為什麼他自己在台灣 他住六個月 但是他竟然可以 他竟然可以得到一個 跟台灣一樣好的健保 他覺得台灣的健保 沒有老健保卡要付支付 不是嗎 他就是說我們台灣 好像是住滿一定的時間 你可以有 或者是你有工作的原因 你是可以有健保卡的 我是知道很多大陸架過來的 一直想拿台灣的身分 就是因為有這個制度 那是身分證 可是他來台灣工作 工作 六個月之後就有老健保 對 那他有繳老健保的費用 對 褲子的好 他自己要繳 就跟台灣一般的都一模一樣 對 可是是繳一樣的錢 跟公民 台灣真的天堂 對 這還要什麼 我到英國讀博士 我第一天去就被學長說 趕快去掛號 牙科洗牙 我說掛個洗牙什麼關係 就掛號 我畢業了 對你只看得洗到 不是 真的 都必要而已 我們拚派多喬包去國外 看醫生 都是有都不好的一些經驗 所以我們不要人 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們去住院 醫師也能賺到錢 其實有這個觀念嗎 大家是不是這樣認為 像那時候我爸爸走之前 他是因為阿滋梧症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把他 送到療養院去 然後有一天 他就說他肚子痛 然後那時候 也是療養院的人就是誤判 以為他只是肚子痛 然後後來休課 去醫院檢查 才知道是膳器 腸子掉出來 然後他說開刀 我已經腸子壞死了 然後之後就變成 有一些併發症 然後後來就進加護病房 真的整整住了一個多月 加護病房住了一個多月 他就想說為什麼會要 需要住到這麼久 其實住院住太多天 其實根本不會賺錢 但健保他就是有規定 什麼樣的指定 就住多少天 超過天 其實有時候我們希望 病人趕快出院 他就說我這裡還有點痛痛 那裡還有點痛痛 我們心裡都會很著急 想說他如果不出院怎麼辦 這多一住了一天 健保局又不給我們錢 那我們怎麼辦 那新的病人又住不進來 像加護病房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搶那個床 根本都住不進去 不可能說多留你住一天的 對 他們不缺 其實我講真的不缺 像上次我一個親人也是說 他想說 你有關係去跟他們講嗎 他想在醫院多住20天 不然他回去 20天之後又要回來復檢 那不如在醫院住在病房 還有找一般復健師幫他復健 那我心裡想也對 這樣搬來搬去的又是重症 結果講不通 醫師說不行 怎麼可以 那醫師的權責就是 需要病床的很多 對 對 哪有缺這個對不對 對 要住加護病房的很多 不希望你多住 而且像我們照顧病人 你不要想說住院 是住一個病人 住一個病人 你要花的時間不是一個人的時間 但健保局他只給你一個人時間 比如說他這個人 他可能是上面有呼吸器 中間有鼻管 那中間肚子又有個傷口 那下面有尿管 但是從頭到腳 都要把他打開來看 才算檢查完這個病人 可是這樣子的巡診費 可能就只有一百塊錢 那這個病人 他可能早上巡完了以後 下午又出事了 下午又喘了 你又再去看他 還是 Sorry 你看他十次 他今天有狀況十次 你就是一樣的錢 他可能早上的時候 兒子跑來護理站說 楊醫師我媽媽想要問一下問題 我們家屬有問題 你去看他 你已經花一個時間 到一下午的時候 他也有想要問問題 那也是一樣 要再給他 再去看也是一樣 這樣一整天一個病人 你這樣就花這麼多時間 可是有個醫師會不耐煩 我上次就碰到一個 一個老奶奶去看心臟 媽媽帶他去 可是媽媽有重聽 所以那個醫師講半天 他也不敢質疑他 出來就很擔心 剛才對他已經在工上了 那女兒 那女兒聽到當然就 替媽媽奶奶擔心 就回過頭 在問那個醫師 那醫師也老醫師 他說 你們要問幾次啊 難道有 你們有100個家屬 我一個一個解釋嗎 對不對 就開始又怨言一大堆了 講到最後問半天 也是問不出原因 因為他在發老騷 就像妳講的 對啊 花很多時間 結果費用是一筆 這樣子 誰會心甘情願去弄 你看他真的發老騷了 但是我都有心甘情願去弄 但是心裡還是有點 晚上回到家就會不開心 因為妳比較漂亮 他想看妳三四次 不是啦 不是這樣 但是說實在 我們還是沒講到重點 就算100塊 你們醫師真的可以分到錢嗎 其實是分到的是很少 因為醫生是層層疊疊 堆疊上去 比如說你年紀越小 分得的是越小 有一部分還要計算到 我們講計算就是 要 教了你這麼多東西 讓你今天有一口飯吃 所以你有一些貢獻 要貢獻 就技術上的回饋 對 所以會拿到的 又再 比如說健保局 他先刪減 先打個八折給你 然後之後核三 又再扣一折 所以等七折 七折以後再鋪零一層進去 所以最後六層 六層醫院再拿走一部分 然後你就可能 我懂妳的意思 其實他們是真的 病床上 住床 他們是可以分到 可是分了那錢 不足以去竊女來住院 對 不足以 就有人去勸他 又不是大業績 這不可能的 像我就要 替那個住院醫師說一些話 像我們住院醫師 常常都要看跟的主治醫師 那有些主治醫師 可能就是像 所謂的名醫之類的 他的住院病人就非常的多 那有時候可能 二十幾床起跳 然後甚至我聽過 有一個住院醫師 他跟的主治醫師 有四五十床病人 那像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 就是幫病人換藥 放鼻胃管 尿管 然後什麼 就是幫他上刀 什麼各種都是我們在做 可是 可能 可能都只有那麼一點薪水 所以我們就算 照顧再多住院病人 薪水還是一模一樣的 對 然後像那些什麼點數 其實都跟我們沒有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做越多 就是越辛苦 可是錢一點都沒有增加 對 那我之前有聽過 比較誇張的例子 就是說 有個住院病人 因為之前我待在骨科 那有個骨科病人 他就是有泌尿道方面的問題 我就發會診單給泌尿科醫師 那泌尿科醫師 就要為了這個病人 特別跑來病房看他 然後幫他寫 就說這個可能需要怎麼樣治療 然後幫他開藥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了以後 就可能譬如說他隔天沒有好 那我們就繼續打電話 給這個泌尿科醫師 說他可能問題 還有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反正他的 他在治療期間 所有泌尿科問題 都是屬於這個 主治醫師在管的 就對 就是有一點保固的 永遠保固 可是這個醫生 其實都只有收到 100塊錢而已 對 就是幫他做這麼多 還要後續的各種的 你這樣講起來 誰要當名醫啊 對啊 當名醫好像責任多 但是相隨你帶來的利益是沒有 瓜哥 那個100塊是指說 第一次會診 例如說後面 第二天第三天都有100塊 都沒有 就是第一次 而且我還有更悲慘 就是我被會診以後 然後我就回大堆 然後最後按Enter送出的時候 然後他上面寫說 本病人已經超過 會診上限五次 就是說你第六次的 那個醫生是沒錢的 連100塊都沒有 可是你要負責 你們今天沒講 我們沒想到這個 我們住院的時候 他就說我這邊那邊 那邊全部要包醫的感覺 你們今天沒講 我們沒想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可能這個病人 有五 六科醫師來幫他會診 那五 六科就分了100塊這樣 對 對不對 不是 應該說五 六科醫師 每個人都100塊 超過第六個醫生是100塊 我們就是零 就是完全是座醫 可是對每一個醫生來講 這個病人都是一個new new的病人 通常會會診的病人 他都是病情很嚴重的 你可能先花了半個小時去研 如果你是認真的 你是先花了半個小時 去研究他的病歷 然後再去看他 全部的診查 可能就會花了一個多小時 那請問一下五 六科來會診 結果後來發現是看錯人了 要不要收錢 怎麼會收錢 天啊 你會看錯人 來 黃軍 看錯人才收得到錢 之前我們在新生兒科的話 是有一個新生兒加護病房 那我是專責 新生兒加護病房的專責醫生 那也是跟之前醫生講一樣 就是我們的病人查房費 就只有能夠固定一天多少錢而已 可是因為在加護病房的病人 他的病層變化都一定會很多 比如說會租到新生兒加護病房 可能是早產兒 他才400公克而已 或者是說呼吸喘的那個新生兒 他們可能一剛出生 就一定會有呼吸喘 需要插氣管內管 可能就是要急救 需要心臟按摩 但是你一直都會 一整天要待他的旁邊 沒辦法走 甚至晚上的時候有臨時狀況 就算有直排醫師 你還是要被摳到醫院來 那個都是只能算 就同樣的費用 醫院也不會說 醫生要打卡那樣子 所以現在就會變成有說 像 因為真的就是 我們心臟按摩10分鐘的點數 只有755點而已 換算成錢 因為還要再乘以0.8這樣子 才600多 腳底按摩半個小時就可以500塊 像我們心臟 這樣氣管內管也是一樣 氣管內管 其實也比不上水電工通水管 因為水工通水管 一個小時可能1000塊以上 那我們氣管內管插管的話 也只有大概算起來300多點 所以我們醫生其實是很辛苦 也很願意的在照護這些病人 我們也不會說去把這些當作 就是以利益為取向 只是健保會真的會讓我們 比較寒心一點這樣子 瓜哥這我可以幫小兒科講 因為我來之前我們醫院的小兒科 托我一定要跟他 幫他發聲一下 你知道健保給我們的藥 竟然是這種的 他們覺得我們台灣開的健保 比如一個原料 我們支付你2萬塊 可是這個東西它原價是10萬 你覺得這個東西會進來嗎 為什麼 最簡單高血壓的藥 有一顆最常用的高血壓的藥 這個藥它的原廠價是30塊 可是台廠下壓到慢到 你要期待說這兩個東西 它在安全度一樣嗎